立法院 怎麼感覺上又打起來了 這個藍綠是不是不打架不舒服 我們問一下傑明哥 今天的重點焦點是誰在這邊打架 當然今天焦點 當然是國民黨的王鴻威 還有包括陳玉珍 陳玉珍單挑五個綠尾 看起來非常的兇猛 當然其實最重要的事情是 王鴻威的畫面已經出來了 他不斷的毆打這個 楚英這個畫面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精熟 那當然這個毆打的部分 我們在解讀這部分的時候 要先說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上禮拜七月四號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是連續兩次吃憋 第一次早上的時候 人家早知道國民黨早知道要開會了 就沒想到主席台 已經被這個民進黨給霸占住了 他們只能在旁邊叫囂 第二階段在群衔 一零一大樓 結果後來被人家認為說 你這個開會是不合理的 又吃憋了 所以這件事情在藍營裡面 其實是造成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你們國民黨 是真的要放棄這個選霸法了嗎 你們怎麼可以這麼做呢 還是要衝對不對 那今天早上看起來 國民黨好像也沒有很努力 想要去站這個主席台嘛 這時候就出現了 就是剛才所看到 王侯威突然這一句 今天怎麼這麼激動 好 我認為這是 我個人的觀點 這是預謀好的 我解釋 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 昨天是去哪裡 他們昨天是去基隆 替這個謝國良站台 加油加油 那我們現在感受到 其實注意到一種氛圍 就是謝國良這個罷免案 其實已經讓很多國民黨人人自圍 他們叫做謝國良罷免政候群 因為他們也擔心要下去 擔心大罷免實在要來臨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發生到一件事情說 一定要這個振奮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氣氛 士氣要團結起來 要怎麼成為這個話題的焦點 就往後就出現了嘛 那我認為這件事情是 他應該是已經準備好了 第一個我們觀察的重點就是 有關所謂的罷免政候群 第二件事我們知道 最近最紅的畫面 不是國民黨的這個朱立倫 是誰你知道嗎 是我說戰鬥籃出現了 真的 戰力很強 是 那戰鬥籃 我們知道王輝 許小新 還有都是 這個陳明珍 都是戰鬥籃的一部分嘛 那所謂戰鬥籃是怎麼樣呢 戰鬥籃就叫創造話題 電台就可以從早上七點鐘 一直到晚上十二點 滿成功的 那今天肯定就是戰免的畫面 那這個透過媒體的傳播的時候 仿佛國民黨的戰鬥力又起來了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 非常重要因素 這個林楚音說被打傷 然後你看下巴有流血 所以他今天有去驗傷 非常的凶狠 真的這種打到人家出血 不過王後威就說是 林楚音先挑釁的 所以他就打起來了 我們現在的畫面 已經有所謂的後方 右邊左方拍 其實不是這樣 林楚音坐在這地方的時候 其實許小新先去 想要把汗走嘛 但林楚音做得非常好 接下來就出現了王洪威 他要衝上去 就直接拉林楚音的頭髮 那旁邊就擋住他有沒有 對 這時候人就擋住 那個王洪威你不要動 然後王洪威 看他那樣擋住的時候 就開始哇啪 滿激烈的 你看王洪威快要六十歲了 戰鬥力那麼強 但是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今天所有畫面裡面 你幾乎看不到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以前所謂以前穿那個頭盔 帶護具那些年輕立法委員 通通不見了 他們去哪了 對 這就是重點這地方 所以換個角度 許小新跟王洪威 現在態度怎麼樣 他往前衝的時候 發現後面沒人 後面怎麼辦呢 後方沒有補給 後面人在哪裡 怎麼辦 那只好他先往前衝 那只好 所以陳玉珍你看一個人 單挑五個 因為沒有就沒有人了嘛 好的 那我們當然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陳玉珍當然他 他喜歡用這方面 勃反面 我們已經習慣了 但是對於許小新 跟王洪威的行為 我的解讀是一種狀況 就是我們這樣講 雖然國民黨在台北市的 是藍大玉綠 可是大家也知道 謝國良所在的基隆市 也是藍大玉綠 對啊 在藍大玉綠的環境裡面 竟然謝國良可能第二階段就過了 今年九到十一月的時候投票 他很可能被罷免 這告訴我們件事情什麼 王洪威雖然沒有錯 他在這個北松山 他真的是大佬 沒錯 他走路都帶風 那邊是他的這個地盤 可是到中山區就不一樣了 中山區是國民黨四席 所以國民黨也是四席 這邊是五五坡 甚至有時候還小贏 那請問一下 這個狀況是不是代表 跟謝國良基隆很接近 那一樣道理 徐曉昕也不要以為 他的得票如果很高 如果有些區域真的結合起來 非綠的 非藍的票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做這一招 不這樣講白了 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進可攻是什麼 進的攻又是表示說 如果能夠今天成功的 透過努力 把選辦法的門檻調高 或者加一身分證 他贏了 對 所以今天才看得出來 他這麼的激烈 你看王洪威直接揮拳爆打 然後陳玉珍他撕了手板 然後還去搶了尖叫機 不過一個人對五個人看得出來 氣勢也是還滿強勁的 你看這個尖叫機 萬老師一直拿他都在捏 然後就被陳玉珍搶走了 好啦 這樣子的畫面呢 沒想到出現在今天星期一的 立法月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報導 我幹嘛 我幹嘛 欸 重重一巴掌就往林楚音臉上打過去 王洪威還不霸手 手腳並用持續攻擊 在椅子上被王洪威暴力相向 林楚音用腳踹反擊 但林楚音被這麼一打 下巴見血 手腕抓傷 緊急到醫院 驗傷提告 互控對方先動手 有言論免責權 但是沒有暴力免責權 整個的過程就是惡人先告狀 選罷法修法第二回合朝野再度上演全武行 到處都是戰場 我們要用暴力 鬧手勒 我們要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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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為了掙托徐巧心狠狠咬了賴會員一口 而隔壁應該要審選罷法草案的 內政委員會會議室 就在陳玉珍出現要牽到時 藍綠衝突一觸即發 一聽到尖叫雞聲音 陳玉珍徹底被惹毛 你來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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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坦克一人站全場 把民進黨手板撕爛丟人 另一方面藍因指控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黃傑 前一晚就潛入茶水 雙方也在內爆發推擠 你來追我 賤人 不要幫我修復 同事要幫我修復 為了卡位搶主導權 委員會變藍綠裙架現場 議事持續停百週 三立新聞 郭素雲李正道 馬鈺文亮君彥小組 台報道 我剛剛看到說打群架 好像還真的有那麼一點感覺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立法院的狀態 那現在林主英 他就到醫院去做驗傷了 那他說感覺像王洪威好像瘋了一樣 他說他自己被狂呼巴掌 那下巴的確也是受了傷 那麼現在驗傷之後決定要提告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立法院的藍因立委則是指控說 中嘉賓你怎麼怪怪的 跟黃潔三天半夜躲會議室在幹嘛 那中嘉賓今天就說 哪有 他說我們是白天進到茶水間 那很多人也會很想問說 那你在茶水間做什麼事情 瞬間茶水間又變成了一個討論的焦點 我們問一下敏鳳姐 茶水間談些什麼呢 我不曉得耶 因為我跑了立法院大概二三十年 我從來沒有想到焦點會在茶水間 這個地方 因為茶水間這個立法院通常很少進去 他就在會議室的旁邊 然後他有這個飲水有熱水這樣子 然後這個如果委員需要什麼熱茶 那工作人員會去茶水間幫你倒出來 或怎麼樣 他是有一個後門會可以通那個委員會內部 那其實這個中嘉賓跟黃姐他們也不是半夜去的 他們可能清晨六點多先去開鎖 然後就躲在那裡 他們準備 民養的策略就是先佔主席台 以後不要讓這個國民黨審這個選罷法 那你 可是問題是 這兩個人能幹嘛呢 你幹嘛 那徐小燕跟葉遠之間 後來葉遠之間是否認 那徐小燕說你們什麼孤男寡女在 在茶水間幹嘛 你告訴我徐小燕你能幹嘛 你在茶水間能幹嘛 他們兩個就是要去搶那個主席台的位置而已 然後茶水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傅崑崎跟洪森岸又對上了 然後你看這個畫面 然後他們兩個在啪啦啪啪 扯扯 然後後來這個傅崑崎就嗆那個洪森岸是什麼賤人之類的 所有今天的事情就茶水間就熱鬧起來了 那成為這個茶水間成為今天 立法院的任門地點啊 甚至打卡地點啊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意外 我跑立法院正來 茶水間我們就是 啪 就過去了 沒想到今天這麼紅 對 然後呢 其實但是我覺得這個話 這個東西也變到這樣子 今天那個是 這個高興宿美要續審這個選霸法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鬧得這麼差 就是在會場裡頭 沒有看到主席 我沒有看到主席 我在這個上面我沒有看到主席 然後後來聽說這個簽到單也一直都不存在 那最扯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所謂的吳秉瑞這一條的這個公職人員的這個選霸法 他已經策案了 對他四月份策案了 對他硬是又把它排上去 那我就不曉得你這個主席是在幹嘛的 然後後來後來原來發現了 因為他們又模仿上個禮拜的一個情況 偷偷的把所有的人通叫去 綁架所有議事人員綁去 二零一還是二零幾 就是交通委員會 因為交通委員會好像今天沒有開會去考察之類 所以呢在所以沒有看到欄尾 在內政委員會那裡 然後很多人就跑在這個交通委員會 然後竟然是開內政委員會 這是很離譜嘛 然後陳玉珍或是那幾個人都是在那邊虛 就是做那個虛招 然後引誘民養去內政委會 去二零二會議室的啦 那其他真正他要開會的地點 是在這個隔壁的交通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說 立法院我 我又是有真的是 立法院是瞎搞亂搞一大堆 我覺得有些東西 然後有些人就是我看到一人之 我也不是說故意要講你 但是我就明明就看到你拿一個手機在那邊拍 但是我覺得 立法院不管是議場也好 或是委員會也好 都是很審慎的地方 開會的地方 是在為人民把守法案 跟把守預算的地方 可是呢你們很多的人 包括黃國昌 許巧欣還有那個被魏立委叫陳志涵的 然後竟然就是在委員會裡頭一直直播 一直當網紅 你要當立委還要當網紅 你選擇一樣啦 你不要把那嚴肅的地方 當一個鬧劇的 當一個網播的一個地方嘛 因為國會也有直播 那是全程的 不是你們這樣片面可以解釋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那個人 就是說我覺得我當然了 眼珠子快要掉下來 但是我覺得有點心動 為什麼好好以為立法院 大家平常開會都是很正常 而且它是人民真的是為人民要把關的地方 竟然會搞出這麼多事情 尤其是插水間也是熱點